這個大R 我剛剛不是用打List 其實打List比較簡單 List指的就是MainActivity 然後翻譯把ID 因為同學會常常拼錯字 而且你要打一串 不好記 所以我都偷懶 點下去 打一個F 然後就找到了 Enter下去 然後他問你ID在哪裡 ID的話你就打大R 大R 其實這個大R就登錄檔 點什麼呢 點ID 點 就是 T01 然後最後一個分號 那這個大R 同學會問說 這個大R在哪裡 基本上就是在這裡 在Channel有沒有 Java File這個 裡面的話就會有個大R 那這個大R怎麼展生 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我們一定會有一個什麼呢 一定會相關的 相關畫面上面的元件 都會在這邊登記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個Static Final Class ID 然後會有個B01 它等於一個16進位的一個ID值 這個值的話是唯一的 那特別注意喔 這個值啊 想說 那有同學說 老師那沒有我自己在這邊打 對不對 絕對不行 而且盡量不要去更 更動這個大R裡面的資料 它有點像是REGIS 它自己產生的 那通常這個一定會自己有 如果說你沒有的話 請各位檢查一下 因為剛剛好幾個同學同樣的問題 就是說呢 在SDK裡面 這個也是在新版之後才有這個東西 就是說呢 你要看一下第三個 Tools裡面的第三個 有沒有安裝 就是Android SDK Builder Tool 這邊有一個install 如果你沒有裝這個的話 我印象中它不會自己幫你產生大R 如果沒有自動幫你產生大R的話 那你就後面 就是即便是你在畫面上是這條Widget Safe它也沒有大R 那你就後面就沒辦法寫好寫程式了 所以基本上喔 這個一定要檢查看看有沒有 基本上好像都是問題 而且這個是 這個是後面的SDK才有這個東西的 早期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我之前好像剛好前幾個月去 帶上這個東西上課的時候 就遇到這個問題 會摸不著頭緒 以前都沒這個問題啊 為什麼後來也是 也是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就是 學生自己弄一弄 然後跟我講 老師這個要裝起來就好 我才知道原來有這個東西要裝起來 舊的版本就好像沒這個問題 新的版本就有這個問題 Builder Tool要打勾 打勾之後呢 那你看看 你在畫面上 再興建看看 然後Save看看有沒有這種產生 要不然 對再做一次 要不然可能就要重新review 重新再興建一個專案 重新再建應該就OK了 那這個大R的話 自動就會產生 你也不要 盡量不要去跟動它 你大概知道說裡面有這些東西 那也就是說 你建立好一個B01 它自動會幫你產生一個 對應的一個ID 那這個ID是unique的 就是不會跟別人重複啦 所以它就從這邊對照表去找到 你的這個畫面上的那個元件 那基本上RUN期